李屁剛剛看到的是川普要力推全美免費施打疫苗 但是美國內部傳出幾個新聞 首先第一個是輝瑞的疫苗 經傳臨床實驗有六個死亡 再來是外電媒體追蹤有幾個案例 出現了這個叫做貝爾氏麻痺症 那表象就是眼歪嘴斜 你怎麼看這樣的新聞 就是所有的疫苗都有不良反應 然後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打疫苗的人也長長會生病 剛好你在生病之前打了疫苗 就是長長會被懷疑是不是跟疫苗接種 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這個東西就是要用科學的論證 那我們怎麼去科學論證一個疫苗 是不是真的引起某個異常呢 一個就是說從學理上去推測 如果說打了一個疫苗以後 你開始咳嗽流鼻水 而你打的是RNA疫苗 這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RNA是一個死的東西就核酸 它怎麼會讓跑到你呼吸道理院去 就一定是你剛好是生病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要對照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對照的話就是一些 我們現在在打的疫苗 它以前都已經做過很多對照研究 像我們所知 就是預防子宮頸癌的HPV疫苗 它做了非常多的國家的一個對照研究 它對於什麼自體免疫疾病啊 關節炎啊 什麼什麼腦神經的疾病啊 它有打疫苗跟沒有打疫苗 它的發生率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不會引起這些不良反應 那問題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疫苗是新冠疫苗 它是一開始出來 它沒有以前的經驗 所以它在臨床試驗的時候 它就是要有對照組 它一定要有對照組 有打疫苗的幾萬人 沒有打疫苗的幾萬人 那這兩組當中呢 發生神經變化 發生關節炎的發生率 它如果在統計上有明顯的差異的話 我們才能夠說 這疫苗可能會引起某種不良反應 然後就是還有一個就是跟背景值 對做比較 就是說比如說GPS 那種多發性神經炎 我們台灣一個禮拜有九個 會發生那個GPS 多發性神經炎 所以如果說我們打了疫苗以後 一個禮拜裡面發生二十個GPS 那你就說可能是有疫苗有關 要趕快去追究這個事情 那至於菲瑞疫苗的這個臨床試驗 它這個死亡是平均 不是稍微平均的分配 在疫苗組跟那個對照組 對照組死亡的人數 反而還比打疫苗的人死得多 所以那個很清楚的就看出來說 這個疫苗接種以後 致死這個是他本身疾病死亡 而且他裡面有一些已經知道說 他有慢性血管疾病啊 他是什麼死因的 他跟疫苗是無關的 至於這個所謂的那個Bias-Pasci 就是一種也面神經麻痺 他的原因不太知道 有大部分的人是說 他可能是一種自體免疫的一個反應 然後以前曾經有 這個跟多發性神經炎一樣 不一樣 都是在神經發生反應嗎 對 都是在神經發生反應 但是它的治病機制好像是不太一樣 流感疫苗很確定它是會跟 那個多發性神經炎有關 那流感疫苗是不是會引起 顏面神經麻痺不太知道 有的研究說可能會 有的研究說不會 那新冠病毒是不會 那疫苗會不會呢 我們就是要看它的數字 他說疫苗打了以後 幾萬人裡面有四個發生顏面神經麻痺 那對照組是沒有 那因為它的發生率是非常低 所以在統計上就沒有意義 那美國FDA為什麼堅稱沒問題 他就是不只是跟對照組做比較 他說跟背景值做比較 就背景值說你還沒有開始打 新冠疫苗之前呢 幾萬人裡面會發生四個 顏面神經麻痺不算是超高 沒有超過它的標準 所以他才是說目前沒有問題 不過我覺得 那這種眼歪嘴斜的貝爾式神經麻痺症 它可逆轉嗎 它可以復原嗎 大部分會逆轉 少數可能會持續麻痺一段時間 真的喔 不過就是它雖然會逆轉 會回復 可是就是非常的生活不便 你吃個東西一直露出來 不知道怎麼吃 你不能好好吃東西 因為你嘴巴這邊就是無力 它會一直露出來 就是會造成生活上的困擾 沒有辦法好好吃東西 事實上它就是可能 沒有嚴重到像那個多化性神經 有的時候還會致命 它就不會致命 但是就是會有一些後遺症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上市以後 應該就是以後要繼續追蹤 現在輝瑞反正英國美國都已經授權使用 他們一定也都看過這個 這個絕對不會是說 哇 新聞媒體看到這個 那個顏面神經麻痺 英國美國的那個FDA 他都沒有看到 不會 他一定看到 而且他有做過統計分析 或者是跟背景分析 他認為沒有問題 他才會讓他善事嘛 不過就是說 幾萬人三四萬人的一個研究 他說不定還不能夠完全斷定英國關係 所以就是說美國現在只大規模接種以後 我相信他們也會去持續去追蹤 通報有沒有這種神經麻痹增加的情形 好 那李P我再請教你 我閱讀到的一些外電的新聞 講到美國這一輪的疫苗 有可能優先推動11歲以上的人類開始施打 意思就是說他們可能把11歲以下定義成兒童 那兒童這一輪施不施打 以及如果還並不明確 那大多數的兒童都不施打的話 可能發生什麼狀況 或者人類的群體免疫會比較難建立嗎 我想應該不會啦 那我們對兒童的定義還是18歲以下 不會是11歲以下 我們不會改定義 但我閱讀到的資料是說 他們可能11歲以上開始打 對啊 定義跟那個施打年齡是兩件事 因為兒科醫師生意不好 所以還是18歲以下都叫兒童 那開玩笑的啦 就是我們在疫苗在一個新的疫苗推出來 他做臨床試驗一定是打在那個 比較健康的成人 所以一開始大家都是差不多18到55 60歲這樣的年齡叫健康成人 那再過來他就有老人的研究 五六十歲以上也打 因為他們屬校是高風險 兒童是受保護族群 他們就是最後打就是要保護他們 萬一疫苗有個 有一個奇怪的東西的話 就是受害的是成人不是兒童這樣子 那再過來就是有人開始打12到18歲 這叫青少年也叫兒童 然後未滿12歲的話 一方面就是臨床試驗還沒有做到這邊來 一方面是說他們也不是很急迫的族群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 那個兒童的那個發生率特別低 而且他重症的比例也特別低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是為什麼 他一定是兒童的免疫系統的特殊表現 會讓他對於新冠病毒的一個感染 反而比較不會重症 那所以兒童未來應該還是會打 不過就是要等他這些疫苗 繼續去進行12歲以下的那個 兒童的研究的話 有確定的一個有效性安全性的資料 他才會開始打這個族群 因為畢竟兒童的資料 跟那個成人的資料有的時候會有點不太一樣 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最近上市的一個活性檢毒的 登革熱疫苗 我們就發現說成人跟兒童是不一樣的 就是兒童9歲以下 如果他以前都沒有登革熱的抗體 打那個登革熱疫苗以後 好像會發生我講的ADE 就是說他打了疫苗的人 反而因為抗體快的抗體太多 反而會使得登革熱的疾病發作更嚴重 就曾經有發生這種事例 所以不同的年齡層尤其是兒童 他必須要分別去做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覺得說他有效性安全性是沒有問題以後 才會開始接種兒童 那我們現在新冠疫情的一開始 尤其像台灣來講 他主要就是那個有活動力的人 而且尤其是有國際跑來跑去的這些旅客 他才會得到新冠病毒 那個在台灣的兒童其實就無所謂 他不太可能去接觸到新冠病毒 所以他們就是在我們政府所預定的一個新冠病毒疫苗的優先接種對象裡面 他的順序也是排在比較後面 因為他們對於疾病的傳播並不占有重要的角色 而且他們萬一生病的時候他的疾病也比較輕微 而且現在臨床試驗還沒有做到兒童 所以兒童大概就是會是比較後面才會去接種疫苗的族群 但是我覺得他們最後還是需要接種疫苗 如果疫苗試驗在兒童是成功的話 好 我們稍後回來